大家好,我是野光,来自营南农村的小伙 时隔半年,我再次来到上海参加活动 上次来上海,银行没去上海中心 今天我花180块,到中国第一高楼给你去看看 这三栋楼是上海地标性建筑 最高的那一栋就是上海中心大厦 也是中国第一高楼 听说耗资148亿,有128层 总高度632米,历经10年才达到完工 还有世界最快的电梯 每秒速度可达18米 55秒即可达到168层上海之铁 那里就是东方明珠 来上海,一定要登一次上海之铁 经历云敦的感觉,感受魔都的魅力 我来到楼下了,现在是登顶 我来附近楼,乘坐世界上最快的电梯 到达168层 大为118层嘛 哇,它震撼了 整个上海尽收原地 东方明珠显得那么渺小 下面就是黄浦江 对面就是上海外滩 上海之铁,顶峰相见,莫之所及 皆是彷徨 这栋楼是注射器 另外那栋是开瓶器 太壮观了 今天天气晴了 适合观景 有很多楼啊,也来到这里 下面那个小区就是中国最贵的楼盘 听说一套房子要花几个月 上海不会是国际大都市 太繁华了 很多中外游客的人也参观 包括老年人 等将来有机会 不一定要带我爸妈来趟上海 下海通行不开 全是平安 今天党 是平安 山海 安全 偿 Lip 自合 吃 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每天见 拜拜